经历了长达六个月的等待 中国女足终于迎来了他们的新任主教练 也是第五任的外籍主教练 澳大利亚人安特米利西奇 那么借着主教练上任发布会 以及球队集训的机会 我们是得以和这位新任的主教练 来了一次面对面的专访 经过一天的采访和接触 这位主教练留给我的初印象 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 那就是情商很高 善于交流 有计划性 另外就是对于中国女足确实是有所准备的 当然了我的这个初印象不是凭空得来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在采访中的小细节 当主教练米利西奇走到我们的采访间的时候 他没有选择常规的和我们每个人握手 而是用了鸡拳这样一个更加轻松自然的方式和大家问候 当看到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穿了一件球衣 他立刻主动问他说 这是你喜欢的球队的球衣吗 当我告诉他说 这实际上是我和他的第二次见面了 因为在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的小组赛 澳大利亚队3比2逆转战胜巴西队的那场比赛呢 我也在现场 他听完之后立刻就说 那一场比赛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那希望以后你也能继续带给我这样的幸运 小小的几个细节呢就让我们的这个采访在非常轻松和愉快的氛围下开始了 你离西齐的这个善于交流呢 当然不仅仅是对待媒体的了 中国女足是5月19号正式集结的 那么集训之后呢 新任主教练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和所有的队员啊 都进行了一个一对一的单独交流 在这次一对一的交流中啊 他既问了队员们一些关于他们训练生活的问题 也鼓励他们呢问自己问题 他甚至还准备了很多队员们在场上比赛的录像 一一的放给队员们看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米利西齐回答说呢 我以往的执教经历啊 既执教过男足球队 也执教过女足球队 我深知男性运动员和女性运动员是完全不一样的 男性运动员相对会比较的直接 他们和主教练之间的交流可能只关心 你会不会让我上场 你会让我上场提多长时间 而女性运动员不仅希望知道教练需要我做什么 他们同样也希望知道教练为什么要这样要求我 说实话听到这番话的时候呢 坐在他对面的我是忍不住一直在点头 因为长期跟随报道女足的经历让我深知啊 要想带好一支女足球队 教练员的情商 教练员能否深刻的了解每一位队员的心理和性格特征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27号呢 中国女足就将从北京出发前往澳大利亚 她们将在那里啊 与澳大利亚女足国家队进行两场热身赛 上任吃初呢 就要带领着新的国家队回到自己的国家 并且对阵的是自己曾经执教过的球队 这对于新帅米利西奇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 她笑着跟我说啊 她是一个非常职业的教练 虽然说呢 带队的时间非常短 也许不足以让她在十几天的时间里面 对球队做出巨大的改变 但是面对即将要参加奥运会的澳大利亚队 他们也会努力的给对手多多的制造一些麻烦 感谢观看